諸位愛卿 前幾日 朕曾經為元麟的事情 發了最幾招 自發自給 流放三百里 這三百里走下來 是裡裡長見事 裡裡有故事啊 作為一國之君知錯改錯 應該立為制度發揚廣大 更重要的是 要明朝秋毫 對兒等治國的大臣們 要有所節制 尤其是 在朕身邊的這些 貪官無力 帶直立總督上榮上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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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榮你知罪嗎 罪該萬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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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看看啊 看看 觸目驚心 花錢像流水一樣 名字 名義上是給朕修圓子 實際上中保私囊 一個個的石頭獅子 跟朕要的是銀獅子的價錢 這叫欺君 貪賬 罪該萬死啊 跪到一邊去 歸 謝萬歲 招紅玉使一家上殿 紅玉使一家上殿 紅玉使一家上殿 朕已有你這樣的愛臣 而略感心安哪 華敢過獎 朕前次誤判了你 沒想到你不僅不嫉恨朕 反而與貪官鬥勇 戒而不捨 幾乎死在貪官的刀下 真是要好好的保獎你啊 謝皇上 起來吧 朕應該謝謝你才對呀 你生了一個好女兒 秦壇的好人又聰盈 就留在聖兵署 教教秦曲好嗎 小女過慣了咸雲野鶴的日子 怕難當重任 是這樣啊 那好 那就隨她去吧 不強求了 謝皇上 仲愛卿還有什麼話說嗎 罪臣有話 將死之人還能講什麼呢 講 臣貪心不足死有餘辜 但有一事不突不快 那紀小蘭 從此一將聖上之物贈以他人 也是犯了齊君之罪 你 有何憑證啊 有 此禅當初是在紅霞姑娘身上 是否為義勇之物 是否為聖上賜以紀小蘭的 請聖上過目 不用看了 那是朕的扇子 紀小蘭出來 臣在 把你腰裏的扇子拿給朕來瞧瞧 皇上 让朕另行禁止 你藏几个脑袋呀 皇上您忘了 奴才多次提醒过您的 您就是不信 臣得罪 出出这口气 这事我知道 你们俩人退下去 丧荣 罪臣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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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明明知道这是一把御膳 当时洪小姐把这御膳请出来的时候 你还要杀人灭口 看来你是罪上加罪 罪家一等 皇上开根 皇上开根 皇上开根的皇上 皇上 朕本来只想杀你一个人 现在看来 是要杀你九族了 来人 把他暗语 皇上 皇上开根的皇上 皇上 皇上开根 季晓岚 到了殷草地府 快跟你明晚 季晓岚 人没养到 刺不到伤了 不该了